Hello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像我一样会给爱马仕的一些包包名不平什么样的包包 是同样的包款但是呢不同颜色在二手市场上的待遇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大象灰或者金棕这样的颜色的话 价格往往就会很高 可能很早年份的包包到现在为止也依然是溢价不少 比专柜目前在售的包包可能还要高 但是呢一些季节色的包包可能就没有这样溢价的待遇 往往是在二手市场上作为买家来说会觉得性价比还比较高 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已经集齐了七个龙珠了 比如说你已经集齐了爱马仕的金刚色了 当你要选择一个季节色的包包或者是选择下一个颜色的包包的时候 你会选择哪一个颜色的色系这个色系中的哪一个颜色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今天这个包包我觉得是作为国人来说应该是在金刚色之外 选择率还比较高的 而且性价比上也会比较好的一只包包 我们来做一个小开箱 首先这个盒子惯例会有一些破损啊 我觉得爱马仕的盒子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因为时间也是略微的久一些 以及这个包包是从南方寄过来的 纸张都有一些些变黄了 尤其是下半部分的箱子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发霉了一样的 但是呢我检查过了防尘袋和包包还是不错的 那附件的话这个是简易的皮革保养说明 这个是两套雨衣 一整套两件雨衣啊应该是 这个呢是钥匙锁 这个时候就能看到颜色了 是什么颜色呢 Q5啊有人叫国旗红 在我入行的时候一直把它叫做国旗红 但后来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国旗不是红色的国家 他们叫什么红呢 那其实叫糖果红啊 名字起的都还是很贴切的 这个红色真的是非常正 尤其是搭配金色的时候 还真的有点像国旗的感觉 看完了钥匙锁 基本上这个配置就已经锁定了 是一个红色金扣皮革式 Togo皮的包包 看一下 它的感觉怎么样 它的大小是搏金三菱啊 然后直观来看的话 这两个五金居然还有原始的贴膜 底钉的膜没有了 中间的这个膜还在 然后这两个小的位置的膜也没有了 底钉的这个使用也是比较有限的 边角会有一些轻微的磨损 之前有聊过一只二手的包包到我手上之后 会关注哪些点 比如说易磨损的位置 像边上的这个缝线 它还健不健康 或者易磨损的易消耗的这些边油 还健不健康 实际上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点 比如说它的手柄怎么样 如果有一些朋友在使用包包的时候 会使用推理啊 比如说两个手柄都保护的比较好的情况下 包包流通到二手市场上来呢 它的估价也会相对的高一些 这只包包就是边角会有一些磨损 这个位置会有一点感觉像磕到碰到一样的 回头我上一点油 看它恢复的状况怎么样 除了这个之外呢 手柄上这个位置 刚刚看到还是有一点点小伤的 但是呢 少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说手油 擦手油 或者是手汗 这样的侵蚀 所以它的手柄的健康程度非常好 在它的纹路里面也看不到 有其他的外来污染 外来的污渍 所以这就是这只包包 没有打开时候的状态 它没有了防损布 但是呢 整体给人的第一印象 第一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红色是不是也是显得浓墨重彩啊 背面也很好 我们知道薄金包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有拉链 拉链的那个口袋在一侧呢 会有一些皮革的叠堆 如果里面放东西比较多 或者填充放的不当的话 可能会向外顶出来 所以这个位置 很多薄金包 大家可以留意看一下 尤其是像一些软皮的包包 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印子 这个就还好 然后同时这个皮革啊 就是我们说 爱马仕的皮革可能都是很好 但是即便是爱马仕的皮革 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如果大家手上包包比较多的时候 往往能够感觉得到 这个包包 它的皮革整个感觉 就还是比较爱马仕的 对 就是比较耐用 然后会给人非常可靠的感觉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型怎么样 我个人是比较看重包型的 今天给它拿到之后呢 做了一些填充 这个位置会有一点点弯 对 这个位置 那实际上整体就还好 再次也是提醒大家 在保护自己的包包的时候 也要注意包型的保持 每次用的时候呢 拿出来不管是包型也好 还是手柄的状态也好 都会让你感觉是拎了一个新包一样的 包包的底部呢 看得出来还是有一些些使用痕迹的 但是严重的压痕是没有 拉链的阻尼杆也不错 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中间的这个扣膜也是在的 同时哇 这个阻尼杆是非常非常好了啊 至少是九成以上的阻尼杆 所以一个包包到我们的手上的时候 可能通过各个角度会来观察它的状况 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这只包包的话 我会给它评定到九五成心以上 尤其是这个五金的保护 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也是中间商存在的意义啊 卖包包的朋友们会觉得自己的包包非常非常新啊 买包包的人呢 可能会觉得这个包包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所以往往还是需要一个中间商来公平的评价这只包包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复健和包包的状况我们都聊过了 它的年份是阿尔克2014年 这样的包包我还是比较愿意推荐给大家的 因为这样的包框 加上这样的不是很远的这样的年份 整体拿到新主人手上的时候 这种惊喜的感觉还是有的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就是这只红色金扣的薄金三菱 我们明天见拜拜